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DNS这边的设定 好,那我们切换成这个root之后,我们切换到 VR底下的NMED 好,那这边有三个档 好,那这边呢有这个 呃,正向解析档,所以我们 编辑 db.h304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 MX,我们加上去了 mail.h304lab.asia.edu.tw ok,那加完之后呢 我们要重新启动 restart 然后呢 named.service 好,那重新设定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后续的动作 这个DNS设定完之后,记得要重新启动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设定 这个邮件伺服器的软体 好,那外寄的部分呢,是postfix 他说使用的port呢,是25号port 那内送的呢,就是送进来,我们要去收信 这个 使用者呢,要去收信的部分 doublecode 这个软体 那他用的port呢,是110号port 110号port呢,是POP3在用的 那如果你要用IMAP的话,有另外一个port 我们等一下讲 好,那我们要安装软体 所以 sudo DNF install postfix doublecode 这两个软体 装好之后呢,我们就去编辑 这个 postfix底下的main.cf 檔 那在这个main.cf檔里面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myorigin 他就是 寄信的时候他会附上去 是发信者是谁 然后他倾听的这个网卡是哪一张 那基本上我们会全开 就是他有多张网卡的话,我们就会多用 然后mydestination就是设定 有哪一些 主机呢 他是可以收信的 然后mynetwork通常就是设定 信任的这个用户区 好,那这个设定档里面 各位就进去 这个postfix 然后main.cf里面 有几个设定,第一个就是 myhostname 那各位记得 你们在设定的时候就看你 当初你们小组里面是用哪一个 这个 网誉名 就用那一个 这不能跟我一样 如果设定跟我一样,你就会发现 你们找不到 这个寄信的对象 好,所以就看小组你们用的是什么,就按照那样方式去设定 再来呢,这边是myorigin 前字号myhostname 所以你这边hostname就被带下来在这里 好,这边刚刚讲到的请听po 请听的这个网卡有哪一些 那全部都开 好,那这边 inet protocols 我们用的是ipv4 然后mydestination的部分呢,我们加入一个 前字号myhostname 然后呢localhost 还有说mydomain 这样子 然后再来呢,这边 信任的网,这个网段 就是127.0.0.0 写线8 那 后面呢是192.168.1.0 就这样 然后呢,他有一个存取的 这个规则档 那他就是 用这个 指定在这个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relate domain 我们就只有针对自己的这个 可接受信誉的 可接受 这个 我们寄信的这个网域 做这个relate的动作 然后再来是 这个map档 在这里 然后他的产生的这个db档 在这里 就设定 好,那 设定完存档出来之后 第一件事情 你要sudo postmap 然后呢 h 让他去产生 他的access 那他的档案在这边 所以照打 然后呢,再来就是 我们去 设定他的 这个 h的 alias 他的假名对应 好,那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去 设定一下 这个 master.cf档 那postfix底下的master.cf档 那 各位打开的时候 只有前面这一段 前面的 4个0 帽号这个没有 所以请把它补上 好,那再来呢 就是 你要到这个 这个dobuco的这个 设定 他的config的 点d 然后 10 dash auth 然后呢 这边有disable Planetax auth 这个部分呢 把它设定成 none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location 你的邮件要放在哪里 你收到邮件之后放在哪里 那你就是 设定成 mail directory 斜线 冒号 毛毛虫 这样子 可以去设定它 这是你 收到信之后你要放在哪里的意思 好,再来就是我们先不把这个 加密打开 我们就用 这个ssl把它设定成none 好,那如果说你用一般的软体进行这个寄信跟收信的话 那你要 开这个143993 110跟995 好,那imap的服务呢 是用143跟993 imap是我们刚刚有讲说你从外界在收信的时候 那你要开这两个po去做 所以如果说 你用的是雷鸟的话 雷鸟的话 那你在删邮件的时候 这个伺服器里面的邮件呢也会跟着删,它是同步化的 那它的好处是说 POP算是抓回家 你只要在 比如说你在学校跟在家里面都各有一台机器 然后这两台机器都是用没有 都是用POP算在抓信 那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后果 你在 你在学校 的机器上面用POP算把信抓完了 然后你回到家想要看那封信你会看不到,因为 伺服器上的已经被抓走了 可是如果你是用imap的话 你在 学校 抓信 把信抓回去看完删完 那你 回到家想要看某一封信你没有删的 那你要看那封信你照样可以连到 这个邮件伺服器照样还是有信可以去看 所以这就是imap的一个好处 所以呢如果说你有用这个 软体像outlook跟雷鸟来收信的话 那你可能要开的POP是143 跟这边993 记得要开启 然后POP3 这是imap的部分 然后这是POP3的部分要开110跟995 那改好之后呢同一个档 在110 master里面 改好之后呢你要启动 START POSTFIX 跟启动这个Double Code 那记得把它设定成开机自动启动 设定完之后呢 记得防火墙要开 防火墙要开25号Po 所以就Firewall command add port25 143993110995 就依序这样做下来然后做reload 记得要reload 好reload完之后呢 如果说在这个过程都没有出 错误讯息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来测试 这个记信是不是 是不是成功 那接下来呢 各位可能就是要去装一下 这个 Tearnet的软体 好那我要记信 我就 学这个 我先把 软体安装好就 SUDO 然后呢DNF Install Tearnet Tearnet呢他是 这个 走25号Po所以呢 各位可以 这个测试一下 因为我之前已经装过了所以 等下跳出来的结果会是已经安装 那 就我所知我们 提供给各位的这个虚拟机上面都没有Tearnet 所以大家花点时间装一下 好各位知道我现在 右上角这个 萤幕呢是 这个 这个 邮件伺服器 邮件伺服器 那右下角这个是 这个DNS Server 好安装完之后呢 这个是我之前就安装所以就跳出来 那除此之外呢各位还要安装另外一套软体 SUDO DNF Install MUTT 这个是 收信的软体 各位可以去装一下 因为我已经事先安装过了所以他跳出来的结果就是 Already Install 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 我们要试着按照这个 上面的范例我们来试试看 但是我们要先新增一个接收者 比如说我们要 user add 我们接 新增一个 Jessica OK 我们新这个使用者 Jessica 然后呢我们帮他设定密码 好然后我们新增一个 帮他设定密码 PSSWD Jessica 好 虚拟机有点慢 好 好 那我们测试一下 刚刚的密码没有打错 好成功的切换了所以代表刚密码没有打错 那我们退回成刚刚的账号 好那我们接下来开始做 账号 然后呢 local host 25号 好那如果成功的话他就会停在这边220 出现停在这边 好让你输入 那我们要输入指令呢就ehlo 然后呢就是这台主机 邮件主机是mail. 好那下来之后呢 如果一切正常就会到250这边停住然后接下来你就要告诉他说是谁在记信 所以mail from 谁 你可以用小于大于也可以用空格 我直接告诉他 这是从 谁记的 然后如果确实有这个账号他就会出现OK 接下来receive 接收者是谁 to receive to 然后 接下来呢 打什么 谁要接我们刚刚新增是 是jessica 这样子 OK 所以接收者也有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打信件内容data Enter 那就可以可以开始打信件内容 嗨 然后呢 打完一堆资料之后你要结束的话就是在 新的这一行里面直接打一个据点就算结束 只能打一点然后按Enter 他就开始排入Q 就是记信的这个 筑列 准备开始往外寄这样子 然后你也不用再等因为他后面会去记 那你现在离开就是 QUIT QUIT出来就可以了 好那如果说 我们要测试 JESSICA到底有没有收到信 我们就把 帐号切换成这个 JESSICA 好那我们切换到JESSICA的家 那里面有个档案叫做mail 好这时候我们就mutt 然后呢 -f mail 好他就会开启这个信箱然后看里面有没有信 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封信在这里 好所以我们就按 空白键 他就会显示信件内容这样 那他相关的操作在上方 各位有看到这个 按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这样子 所以按I的话就是 离开 那如果你要杀掉信就按D D的只是 留一个记号要删除 可是如果你发现删错你按小u就会回来 他就不会删了 然后存档 可以把它 archive 起来 然后你要回信就按R 就可以reply Q的话就是离开这样子 好所以 在同一台机器上邮件伺服器上直接自我测试是OK的 没问题 好所以呢 经过刚刚的测试代表邮件伺服器本身 这样子 记呢是OK的 好 那再来呢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后面打的是IP 用IP的方式能不能记 然后如果这样也是可以开这样就OK了 然后再来是其他机器连到你的邮件伺服器上来记信跟收信 看状况是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就大功告成 OK 那 这边的是一些 范例好那我们来 看一下假设呢我现在 从 这台呢是 邮件伺服器 那我现在改用 这个 好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假设我从这个 DNS server上面 然后我要去使用 mail server 帮我寄信 给 从Jessica寄给 我从Jessica寄给David 那我要怎么去寄他 那在这边呢我们就用Telnet 然后呢 mail mail.h304 Level. 然后呢Pos25 好那到这边呢我们就 下指令 EHLO 然后呢mail. 然后再来呢 我们就打这是谁寄信 所以mail from Jessica 好再来receipt rcpt to 比如说devi da vid 在 mail.h304 lab点 然后呢 hedu.tw 好ok有了接下来就打data 好打完data之后接下来就开始打内容 Hi devi im m 好 好啦打完了我们就按据点他就把信寄出去了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离开 好这是我们在 DNS s server上面所寄信的动作 那我们来mail server上面看 是不是有收到信 现在是在mail server上 我们 可以看到现在是mail.h304lab.hc 有点点 有点一点点tw 然后我要看有没有收到信呢 我就 这里面有一个档案 叫做 这个 mail 所以我就mutt -f 然后呢 mail 那我们就看到这边有一封信 好 那我们就看到这边有一封信 Hi david 就是我们刚刚打的 这封信 好那我们如果要reply 回去 各位可以看到最下方 To jessica 按enter 然后呢 标题是什么 标题是说 好 好 然后不要把刚刚的讯息呢 也包含起来回复 yes 好这就是刚刚的内容 然后这就像vim一样 你要把 按i之后才可以编辑 好那就可以回复 Hi im Hi jessica I see 然后呢 就按 ESC 猫号 WQ 出来 好这时候呢 他信还没有记哦 他信还没有记 因为他 现在等你确认 这样是不是对的 哦那如果是对的 没有错 你就按Y 我各位看一下最上方这边 Y呢是代表说 yes我要记 Q就代表abot 2 那如果你还要加 负档给谁 就加C 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要把信 记出去就按Y 他要记出去了 各位可以看到下方这边 他记出去了 好那我们就把他退出来 好假设呢 我们现在把角色换回去 Jessica 好一样他这边有个mail的档案 那我们就mutt -f mail 哦 他有回信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他回信的内容是什么 Hi jessica nice to meet you too 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在 去网内你就可以记信 那所有的信呢放在一个mail server上 因为我们现在就只有单击 就是几个同学在一起玩 所以 都会在同一个邮件伺服器上这样子做 所以如果说你有两 两三台 那就可以在 电子邮件 伺服器彼此之间寄来一起去 好以上呢是针对邮件伺服器的一些 好介绍跟练习 提供给各位参考